花蓮太魯閣大統大理部落 有二十多戶的太魯閣族人 夜晚需要靠著燭光來照明 台南社區大學自掏腰包 將太陽能設備交給部落族人 要讓黑暗部落發光 族人就這樣 扛著走十公里路上山 就算沒有陽光的情況底下 還可以用兩天到三天的一個電量 花蓮西倫鄉大統大理部落 因為地處太魯閣國家公園內 雖然有門牌 但長期不是國家公園法限制 台電更是屢次不願處理電力 修林相待會跟台電協調多年 人沒有下文 民間單位看不下去 主動出資二十二萬 為部落裝設環保太陽能發電設備 我們真的很高興 太陽能板只夠提供基礎光照需求 但通力部落有了光亮 不在黑暗 通力部落居民就已經很開心 表示還會再找幾道環保的發電方式 記得跟我們要花蓮修林 採訪報導